柯文哲說 北市柯的案子是他處理的 好 那換句話說 柯文哲處理的這個案子 保證沒問題 那我就問你 如果這個案子有問題 那是誰的問題 柯文哲的問題 陳佩琪本來寫這個東西 是要幫柯文哲說 沒有 一定沒有問題 結果反而變成 如果查下去有問題 那就是你柯文哲的問題 所以把北市柯跟柯文哲 畫上等號 會議主席人柯文哲 會議主持人柯文哲 哪有市長來開這種會的 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 哪有你的老婆又在講說 這個案子是柯文哲 自己排版的案子 絕對沒有問題 會議主席人剛剛講的 我們看到地方法院 判了高安官七年四個永下 什麼那麼重 才11萬 還有你現在 剛剛講的 王毅文只有466塊 你今天黃毅文只有5642塊 你現在陳懷宇只有506塊 怎麼判那麼重 可是今天 我看到這個潘舉主文 第一個我就嚇壞 考了半年就是利用職務機會 榨取財務 也就是說你利用你的職務 你只要去跟公家機關 你跟立法院 你多要一毛錢 這都可能犯下罪誤 如果按照整個法官的領路下來 這個完全是精準打擊 是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其實就一句話 公私不分 一毛錢都不行 所以就變成是為什麼 高雄案這個案子 大家會覺得好像判很重 為什麼會覺得判很重 因為你會覺得說 好像只有11萬多 在一般年啊 我跟你講喔 這個法官是算得很細喔 原本檢察官起訴是46萬 他就意思就是說 你46萬裡面是整個的 但事實上其中有誰 有誰 有誰 而且有的是用公務公處的 有的是因為你們真的有加班 你們真的什麼 所以這部分算你合法取得 現在的11萬是代表著 是你完全一毛錢都不該拿的 但是你拿了 所以法官不是說 好像檢察官起訴 整包 他就整包賺 他是給你切割得非常乾淨 放清楚喔 如果從那個表 他真的查得很細耶 他連幾塊錢都查了 他真的查得很細 這也是我為什麼 我跟你講今天陳佩琪看了之後 馬上就哎呀 就開始講這三大案 我跟你講 陳佩琪講的三大案裡面 我就唯一看一個 我覺得精彩了 因為陳佩琪在講到 北市科案子的時候 你知道他講什麼 他說我就問我老公 那個北市科的案子 就是那個柯文哲說 柯文哲處理的案子 保證沒問題 他是既認證又聰明的 而北市科這個案子 他就說這個案子是我處理的 柯文哲說 北市科的案子是他處理的 好 那換句話說 柯文哲處理的這個案子 保證沒問題 那我就問你 如果這個案子有問題 那是誰的問題 柯文哲的問題 對啊 現在變成柯文哲的問題 所以陳佩琪本來寫這個東西 是要幫柯文哲說 沒有 一定沒有問題 結果反而變成 如果查下去有問題 那就是你柯文哲的問題 所以把北市科跟柯文哲 等號 完全的等號 好 那現在我們就來看 為什麼我認為 北市科你有問題的 機會非常大 第一個 我們光看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北市科這個案子 從頭到尾一開始 就是說要整塊地 一起弄的 後來是變成是要切割成三塊 而再變成切割成三塊 是在2021年的3月3號 討論的這個會議上 拍板定案 而這個會議上面 上面寫得很清楚 是跟誰開會 是跟星光這邊進行相關的開會 星光 星售集團進行相關開會 當場會議裡面拍板定案 就是說好 那我們決定 這個要分開招標 而且也是在這個會議上決定 就是不限產業別 但是你要搞清楚 在2021年的3月3號 這個會議結論之前 柯文哲已經跟星售集團 總共開了三次的會議 這三次的會議是分別在 2020年的4月17號 2020年的11月11號 跟2021年的2月17號 換句話說 在所有的投標廠商裡面 你跟星光集團 星售集團 開的會最密切 而且這三次會議裡面 星售對你所有相關的一個建言 包括切割來賣 不限產業別 不要投資進化數 你照單全收 所以誰應該才會說 這個有問題 然後你現在 而且這三次會議 你去看一下主持人都是誰 都是柯文哲本人 有沒有 三次的會議 會議主席人柯文哲 會議主持人柯文哲 會議 這個會議主持人就是陳志明了 可是不管怎麼樣 哪有市長來開這種會的 對 所以現在變成說 然後你的老婆又在講說 這個案子是柯文哲 自己拍板案的 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都會質疑 你柯文哲為什麼在 你全盤接受星售的 整個相關的建議之外 還有一點最奇怪 什麼奇怪呢 事實上他全盤就開始 要切割成三塊 在弄的時候 T16也就是 元寶最後得標的那一塊 T16你知道嗎 星售也有去投標 在四個投標者裡面 新售是四個人選裡面 獲得得分最差的 結果沒有想到 你在T16裡面 你尾半身最後一名的學生 你突然在T17跟T18 這個標案裡面 你突然跑出來了 而且取消掉這個 所謂的產業別 不然按照相關的產業別限制 你連參加這個標案的資格都沒有 再來你完全突然之間 也不需要寫那個什麼投資進化書 人貓寫得很辛苦 就突然到你心說 賣 賣 都賣 然後再來竟然連那一個 所謂的權力金的金額 全部都下修 所以讓人家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所有的這一些 感覺上全部都是為了 星光人壽 量身定做 還記不記得 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元大 元大集團 人家明明就告訴你 我對這個標案沒興趣 也被你框 也被你弄 也被你這樣子百般的 一個誘騙情況之下 參與了這個相關的會議 但是參與了會議的時間 跟地鐵 到現在雙方兩兆 都還說不清楚 簡單一句話 既然你老婆自己說 柯文哲告訴我 這個案子是我自己弄的 絕對沒有問題 那換句話說 一旦有問題 你柯文哲絕對逃不了身 瑞德 剛才講說這一個 你說這個非常高明 這個法官所謂的寫這個 這個判決主文 非常精準是 當一開始用的是 利用職務機會 榨取財物 然後我非常精準的說 你的實際薪水多少 你報的薪水是多少 中間的差額是多少 中間的差額 就是你利用職務 來榨取這個財物 榨取國家錢 你說這中間 是沒有討論的空間的 還有一個更可怕的是 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就是陳佩琦 陳佩琦這個根本就此地 無銀三百兩 第一個你說 你對高文文 非常的不捨 你支持高文文 繼續上訴 可是你全部談的 你在乎的 都是台志光 北施科跟金華城 代表他們嚇壞了 我先講 那麼所謂利用職務 榨取財物罪 那你要知道 我覺得我會奉勸 王玉文 為什麼 這個案子 不管你要不要上訴 一定會上訴 因為檢察官一定會上訴 檢察官一定會上訴 所以檢察官上訴了以後呢 如果王玉文還是這種態度 他其實非常危險 為什麼呢 因為王玉文 他判兩年有期徒刑 然後還有包括 給他五年的緩刑 跟240小時的義務勞務 然後呢 事實上呢 只奪公權 這個等於說兩年 可是啊 王玉文之所以 會只判兩年的原因 是因為 法官呢 事實上給他連續減刑 你知道嗎 為什麼 第一個減刑是什麼 認為他不具公務人員身份 所以呢 那麼左減其刑啦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因為他犯罪輕微 所以呢 5萬塊以下 給他減刑 我問你 如果你毫無悔意 對不對 你本來以為 這樣你會有悔意嘛 你現在沒有悔意耶 沒有悔意 我問到了高院的時候 我要是公訴檢察官 我會怎麼做 我就會說 第一審給他有悔意 給他一個機會 但是他毫無悔意 所以要求把緩刑給撤銷 緩刑撤銷 你就判至少兩年以上 而且可能因為這樣子 你判的可能更重 可能會更重啊 會加重 王玉文是所有被告裡面 最危險的一件事情 一個人啊 那除此之外 高宏安就不要講了 因為高宏安很簡單 你直接做 有罪無罪是抗辯嘛 他認為自己就是無罪 一開始如果 過去幾個案例 不是他們講民進黨也好啊 幾個那個 你金額都有幾百萬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對方是直接認罪 道歉認錯 然後呢把錢交回來 警戒而來 身具悔意 然後再加上助理都沒有意見 所以後來有這四大項的 這個等於說 那個相關的要件啊 所以給他們一個 改過自新的機會 給他們緩刑 請問你高宏安有嗎 都沒有 高宏安一開始如果做 比如說我任職大學院說 我不知情的情況下 做了這個相關的行為 很有可能改一詐欺得利 跟這個所謂的偽造文書 那我跟你講高宏安今天可能就過了 為什麼呢 他可能清判 然後緩刑個三年五年 然後就過了 他信徒市長也不用停職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麼我感覺到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 這幾天我可以感受出 佩琪他心裡面的那種緊張啊 與其說不捨不如說是緊張 他在昨天發了一篇 名嘴說的金華城呢 我跟你講各位 對金華城的案子呢 我從頭到尾 堅持的那個相關的態度都一樣 財團可以要求更高的條件 這是財團本來就可以要求的嘛 可問題是 那是財團的要求不能怪財團 可問題來了 那你為什麼要給他 你為什麼要20%給他 陳佩吉說 金華城這個事情問過他先生 他先生這個柯文哲說 這更離譜他說這更離譜了 現在市民陳情公家單位 哪有人敢置之不理的 直接來把名嘴超罵一頓啊 說這些名嘴對不對喔 哇人家陳情市長交辦 下面的人開專案會議 每天兩的名嘴就在市場交辦下面 加一個讓他通過四個字 難道市長交辦這個案子 那麼以後就不能再講市長交辦的案子呢 那麼否則就是幫業者官說 是這樣嗎 我們不是質疑這個耶 你知道柯文哲怎麼講 柯文哲當時有解釋 他說台北市政府是制定了南松山計畫 所以國務建立館大巨蛋松菸松山機場 然後南松市長 這些包括即將搬遷的建立所 這些都給他這個等於說 這個金華城剛好在裡面 所以會給他這樣的一個道理 我問各位很簡單 剛剛講的一大片對不對 南松山機場 如果每個容積率都是840% 我就不懷疑你柯文哲 這都沒有 有嗎 沒有 除了金華城再講一遍 金華城業者他可以要求 他的容積率可以更高 這合理 但問題是你為什麼要給他 而且他不是符合都更條例 因為他房子自己拆嘛 他不是都更條例 他沒有符合啊 然後你就給他弄了一個叫什麼 移居城市城市貢獻 都一大堆 而且有諷刺的是全台灣全台北市 就只有一個case符合 就這個case 你如何解釋 你不要給我推給那個所謂 不要給我推給這個所謂的 什麼都市跟這個審議委員會 你不要給我推給那個 柯文哲說財團是拿刀叉吃人肉 柯文哲對老百姓的一點的小恩惠 都要蜘蛛比較 連U-bike前30分鐘免費都免談 連郊區那些什麼機車停放免費都免談 他把這個小老百姓的一點錢 算得像金的像什麼一樣 為什麼要送給業者這麼大的一個福利啊 你沒有辦法去解釋到底是什麼 當然啊 那麼現在他真的 我要告訴佩琪 佩琪說 把他說他是貪污罪的被告 好像他就是怎麼樣一樣 我剛剛要告訴佩琪 他現在真的是貪污罪的被告 不過是他自案的被告 會不會被人政治案的被告 我不知道 不過他的生日快到了 現在生日流行驚喜 希望不要有生日的驚喜啊 那從這個案子可以告訴你喔 郭鴻安的案子就告訴你 立法院的助理的薪水跟的加班費 只要你以少報多 以低報高 那你就是觸犯所謂的貪污自罪條例 沒有什麼好講的 你如果不認罪 不認錯 不繳回 然後沒有回憶 最後高鴻安就是你們這些人的 最好的借鏡 各位 柯文哲這連著三天 昨天 今天還有明天 他昨天談北區科說 今天要談金華城 可是還有一個非常怪的事 因為你非常了解柯文哲 你覺得這個太怪是 他昨天談了12分鐘 講了很多很多 而且他之前還罵議員是白癡 可是這麼他其實現在 為什麼會摸名轉導會 為什麼他現在會有什麼的 在泰山壓頂的壓力 有一個關鍵性的單位 叫做原大忍獸 因為原大忍獸 一開始就說我沒有開會 我對北市科沒有興趣 你現在講我在北市科講的東西 都是假的 現在還把什麼的email 我之前就告訴你 我已經沒有要開會了 他今天有這麼多的麻煩 都跟原大有關係 所以他如果要解套的話 他不需要解一個套 什麼套 解原大忍獸的套 可是妙的是 在昨天的所有的討論裡面 沒有這四個字 原大忍獸 他完全避開來了 是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北市科的這個案子 原大是案外案 但是它是核心中的核心 因為我們一直講說 北市科這個案子 有沒有為興獸量身定做 送給新光人獸 所以你原大如果出來了就沒有 因為獸險公司總共有兩家 有兩家建議 所以不是只有新售給我建議 還有原大 但是現在原大出來說 我沒有 我通通都沒有 而且我還寫email告訴你 我都不去了 這個給柯文哲多難看 他原大等於說 現在要置柯文哲於此地 我先發 用原大人的時候發一個新聞稿 說我從來沒有跟你 談過北市科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我用兩個 你說我參加兩個人 我兩個人去明說 我參加的是四點 沒有參加兩點的 我去討論的是內湖 我從來沒有討論北市科 這還不夠 我們看到了上個禮拜的金中刊 又講我在一個月前 我就已經發沒有告訴你說 我對那個壞地沒有興趣 我根本不要參加 今天整個台北市政府 整個會破局 整個政府會等於說 整個出現一個破口 還有可能未來 柯文哲為有牢獄之災 照樣講都跟原大人獸有關 你居然把這個最關鍵的 原大人獸給跳開來了 沒錯 而且原大人獸兩次聲明 而且他的同仁也出來聲明了兩次 最後面連這個跟林玉宏的E-mail 全部的對話記錄全部都公開喔 代表柯文哲的你所謂的 十四加潛在投資 榜問是假的嘛 因為我原大是假的啊 其他人都是假的啊 人獸公司就只有星光人獸嘛 沒有我原大嘛 這一件事情給柯文哲那麼難看 請問柯文哲罵議員是白癡 罵議員沒有頭腦對不對 他最厲害 可是對於原大給他這麼難看的事情 他有沒有講過一個重話 十字未提 十二分鐘的直播 連原大都不敢講 到底他在忌憚什麼 而且他今天不是禁忍跟他賭拜嗎 賭拜在邊走邊問的時候 大家問那個原大事情 他走一走說 沒有我不知道 就開始低頭了 他嚇死了 是 沒錯 而且他說我怎麼會知道 原大有沒有訪問 我覺得這種講法完全不對 因為原大有沒有訪問 關係到是不是只有一間 壽險公司給你建議 所以柯文哲你理所當然要知道 而且他以前罵草龍斌怎麼罵 下面的人貪污 老闆一定要知道啦 所以下面的人造假 柯文哲你可以不知道嗎 所以十四加的潛在投資廠商裡面 原大在不在 我覺得就是重要的破口 所以你說從現在柯文哲的表現是 他怕死原大了 所以你看他昨天的假直播嘛 我告訴你 昨天那個影片就是假直播 他告訴大家要正面對決 如果正面對決 就像我們這樣子嘛 你問我答 一問一答對不對 他昨天的直播是影片先拍好了 字幕都上好了 放上去12分鐘之後 就收起來連人家網友的問題 他都不回答 是假的 對啊 對啊 要是我我是原大 我一定在那邊等你 我一定告訴你說 我就沒有參加 我就是沒有參加 你12月16號 你為什麼把我放在 錢在投資名單上面 我一定會去抗議啊 所以柯文哲害怕 怕原大去等他 所以呢 只能用假直播的方式帶過嘛 所以說柯文哲誰都敢罵 就是不敢罵原大 對 誰都敢罵都不敢罵原大 而且我告訴你 柯文哲不敢罵原大 不是現在喔 之前2022年的時候 柯文哲要卸任之前 他們辦公室有一個實習生 那個實習生呢 跟這個記者發生的衝突 然後結果後來查出來 原來他是交家的女兒的孩子 後來柯文哲喔 人家柯文哲在議會跟我們質詢 都拍拍狗的喔 對議員都不假辭辭 他那時候為了這個馬姓的 這個交姓的實習生 在議會跟議員道歉耶 道歉 說我犯錯了耶 說這個事情是我走後門 是我不對啦 全部都是我的錯啦 為了原大的瓦孫道歉 是 所以我就要問說 柯文哲你跟原大到底有什麼關係 過去柯文哲說 財團要跟我吃飯來市長市 結果沒有想到他要卸任之前 居然是財團的孩子的外孫的金孫 到他的辦公室去當實習生 對 而且被抓包 犯錯之後 柯文哲還代替他跟大家道歉耶 那現在這個北市科的事件 再一次的發生 我們又再看到 柯文哲提到原大 連談都不敢談 這到底中間有什麼MAKE UP 有什麼樣的貓力 柯文哲到底欠原大什麼 還是他跟原大有什麼 不可告人的秘密 所以原大給他這麼難看 原大的實習生 給他搞得這麼麻煩 這麼多的麻煩 柯文哲都只能認錯 然後現在這件事情 柯文哲在北市科 遇到原大只能閉嘴 而且剛剛講的 林玉宏這件事情 真的非常嚴重是 因為他所有的關鍵 原大就是參加 就有一個會議 那個會議的主持人就是林玉宏 林玉宏當時非常奇怪是 他根本沒有簽名 本來以為他不簽名 是他一個習慣 就他講我主持的會議都有簽名 難道那個會議是作假嗎 如果剛剛講那個會議是作假的 剛剛講你的三大案 就不是想像 三大案就不是只是行政疏失 這三大案就會變成 他有刑事責任了 林玉宏今天在台中市政府 所說的這一件事情 如果他所有的主持會議 他自己都會簽名 那這一場會議 12月16號的這一場會議 林玉宏就是沒有簽名 但林玉宏有沒有主持 林玉宏沒有講 所以林玉宏為什麼不敢講 他這樣子的講法是說 我就是沒有主持 因為我沒有簽名 如果這一件事情是真的 柯文哲在北市柯 就真的出現了大破口 因為這14家的潛在投資廠商 除了星光人壽是真的 其他的可能都是假的 可是14家的潛在投資訪問的依據 是讓市北科降底價 然後分開招租 T17 T18只用價格標 就決標的重要關鍵 這也是讓新售可以用 44億低價去取得 T17 T18 50年招租的一個權利 所以我覺得 如果林玉宏講的 我的主持都會簽名 代表12月16號的這個會議 不是他主持的 那真的就有偽造文書喔 柯文哲你內簽拍定的東西 是不是全部都是假 這個事情柯文哲削了一旦 好 所以柯文哲花了12分鐘 他其實這個最關鍵講 我有找專業的顧價師啊 你們有這些顧價師來的準嗎 你們根本都是外行 可是剛剛講的 最關鍵的元大人壽 到底有沒有這個會議 你到底是元大說謊 還是你偽造文書 柯文哲完全逼而不談 而且剛剛講 這個是用非常嚴重的事 這個東西就是一翻兩的眼 如果這件事情查辦下去 台北市政府真的有所謂的偽造文書 那就要有刑責 有刑責的話就代表 你的整個結構就有破口了 寶萊哥你剛才講到一個問題的核心 叫做刑責 為什麼以前問柯文哲這三大案 不管北市科 不管台智光 不管金華省 請問一下他回答什麼 看那個會議記錄了 公開上網 通通都不給你回答 但今天他會自己主動願意出來 只是因為有一件事情 他知道什麼 這一把火可能會燒到他自己 燒到他了 當然嘛 因為今天所有元大各位 這是一波接著一波好不好 本來海浪打到這一艘賊船 只是稍微晃一下 而元大第二封聲明之後 開始晃動劇列 而等到這個email公開 所以驗證了 偽造文書叫做版上丁丁之後 大家開始在做什麼動作 船都被打破了 大家跳船 所以柯文哲今天為什麼要跑出來講這些話 這是他的last walk 我請問一下寶梨哥 如果說檢調真的開始大動作搜索 檢調如果開始羈押了 開始交跑了 柯文哲還敢不敢出來開這些直播 他不敢嘛 沒有辦法再出來開了嘛 所以他在敢在做什麼事情 在我可能會被調之前我隨時不知道 反正我現在死撐活生 還可以撐到519520 因為我畢竟有辦一個遊行活動 在這之前把我所有的遺言 最後的話趕快交來清楚嘛 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嘛 先把話說出來 現在不講 之後就沒機會講了 我先把這一件事情給定毛嘛 所以你看他第一件事情 我們談到昨天 最重要的不是柯文哲講了什麼 那個假直播 最重要的是柯文哲沒有講了什麼 他沒有講原大案件嘛 他講了幾大堆奇奇怪怪的這些東西 要去公告周知希望說什麼 在外面的這些流落在外面 我沒有辦法掌握的 曾經經手這些案件的 包括許建輝 包括我們講的黃曉雯 包括我們講的這個小紅覆密 大家知道我現在的案情 我是走到哪裡 我唯一知道的 我唯一能講的 我進到檢查系統的時候 我會招任的內容是有哪些 公開創供啊 不是 我的看法反而是 他現在公開甩鍋 他要告訴所有人說 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他跟人講說 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 李玉宏才講 我有開會的我就會簽名 大家都嚇死了 對 柏文跟你講到重點 有講的是他的創供 沒講的是什麼 是他的甩鍋 所以當他這個鍋一甩 而且各位啊 原本大家輸可人還不可人 什麼意思 他講他只是必談原大 他沒有提到這個案件而已 但他早上做了一個最壞的動作 我給你保證 下面基層公務員全部都嚇了半死 你知道為什麼 他說 我怎麼知道啊 為什麼不要問我啦 因為人家會說 主席 主席 請問一下 原大人壽說 你那一封E-mail說 他根本早就已經拒絕 在11月6號 那晴月1號 12月16號 哪來的會議紀錄 會不會是造假 混著說 我不知道 那不知道就可以一堆三不管了 然後開始低頭說 小心 小心 大家小心 頭賴賴賴賴 如果你都要做切割的話 那很簡單 今天這個案件 講坦白的啦 訪談為什麼要做訪談 反正訪談為什麼要做訪談 今天星光為什麼能夠拿到這個標案 就是基於這些訪談紀錄 為什麼可以給他 所以訪談最後面 受惠的會是誰 受益的會是誰 全部的指向都是台北市長 還講得坑坑巴巴巴的 這個就要靠我這個吳大師去探測 柯文哲心中的黑暗面 這個我是專家嘛 探測他的心中的 我對柯文哲太了解了嘛 柯文哲整個這個事情的 犯罪事實 他只能說三次的這個直播當中 他都表現出來 他昨天有個最重要的表現 他講了幾個重點 你要注意聽 他第一個重點就是 一言是白痴 對不對 一言是白痴 你哪裡會懂 那誰專家 講兩個專家 這個估價師 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業者 因為業者是最接觸市場的嘛 就估價師跟業者的意見 我們要接受 好 那就為什麼呢 為什麼他特別提到估價師 估價師不重要 估價師幫他估那個底價 業者比較重要 因為業者有兩個業者提出意見嘛 遠大跟星光人壽 11月11號的新壽的這個會議紀錄 跟12月16號的元大會議紀錄 這兩個會議紀錄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今天有一個爆發性的一個發展 什麼發展 那個主持會員叫李玉宏 沒有簽名 兩個都沒簽名 那這個偽造文師跑出來了嘛 我原來以為有一個元大沒簽名 因為我們原來沒有簽名 因為那個李玉宏在台中怎麼講 我主持的會議都會簽名 那反推過來 台中的議員明天還可以問他 我沒有簽名就代表我沒有主持人 我就問他兩個很簡單的問題 李玉宏在11月 在新壽的會跟元大的會 11月11號跟12月16號 你都沒有簽名 那是不是你沒有參加嘛 就明天拜託台北市議會 台中市議會 幫我們追加一個問題 如果這兩個會議 李玉宏都沒有簽名 表示都沒有參加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會議紀錄是偽造文書 確定了嘛好不好 那偽造文書的資料 是柯文哲的秘書長叫陳志明 在利用第一次開標作廢 沒有人標 第二次開標作廢 在第三次開標之前 他變更規格嘛 變更規格的理由是什麼 就這兩次偽造文書的意見嘛 所以他所有的法律基礎啊 就是這兩次林玉宏 沒有簽名的會議紀錄 造成他修改規格 柯文哲也講說 我北市柯沒有問題 那是這個公開招標 還有講說 你把公文全部上網 把公文全部拿出來 不要來囉嗦 黃先生也講沒有問題 好 你現在把公文拿出來了 有問題嗎 對 我們現在聽著柯文哲的話 就沒錯了 把一份一份公文拿出來 每個就像出奇蛋一樣 我來講奮奮有驚喜 為什麼 來 首先各位講 第一件事情 這個分別是108年 109年 以及110年的公開招標 你說宇軒公開招標有什麼特點 代表說108年的時候 各位仔細看喔 一般來講公開招標 高達81的金額要做什麼 台北市長柯文哲 這是他的清張 下一個是誰 產發局長林崇傑覺醒 代表這一件事情 我是產發局 我必須要負全部的責任 是由我來拍板定案 產發局絕情 對 怪是怪在哪裡 108年 柯文哲產發局 109年 柯文哲產發局 但到了 110年度 也就是我們講 一分為三 全力金底標往下修 然後完全的變成是 只有星光金 特別要求的 這一次的 110年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奇怪了 林聰傑人不見了 我還再三句查 林聰傑到底還不在位上 還在 但這時候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各位他說 本案一分成負責規定 授權人員覺醒 那誰咧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就是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比如說有些科長要簽到什麼 有些科員要簽到什麼 但總而言之 就是跟林聰傑沒關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在這三次文件當中 最後一次 也就是大家現在討論 最奇怪的這一次 林聰傑人突然不見了 而且各位啊 他不負責了嗎 他不負責不關他的事 就這個 一分成負責人員 授權人 誰簽了誰負責 反正不關我的事 再來各位你仔細看喔 在北四科裡面 整個跨局術招體小組 也是怪之怪的 你看喔 由吳欣佩副局長來負責 那林聰傑咧 對 林聰傑的角色 突然間不見了 那你說各位 為什麼會有詭異在這邊 因為我們系數到裡面 怪你就知道 這件事情要是輪到我 我也不敢簽 為什麼來 通常地上權的轉移 可不可以轉移 其實不行 地上權的招標 哪有說我東西租給你 然後你還有再去租給別人 我們就是地上權了嘛 結果你看看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奇怪的淡書 他說本案的地上權跟建物 是否能夠轉移 各位 這是110年度它的相關說明 結果竟然寫著喔 儲本契約另有規定之外 不得浪語或以信託的方式 轉移地上權或者是建物 那就不能啦 那理論上不能對不對 各位 但是喔 通常這種規定前面寫的廢話 最可怕的是什麼 但 後面有一個但 但 乙方如果取得使用執照 或者是取得建造 可以經過第三人書面契約 只要 他願意承擔 願意承諾 接受地上權的義務 就可以轉移 就可以移轉囉 對寶貞哥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這時刻回答到一個大家 一直想不透的問題 為什麼T16要書面計畫審查書 為什麼T17 T18不用 為什麼 不然你如果要做我們就做到底啊 他多一個審查書面審查計畫書 有那麼難嗎 你一樣可以給星光人獸啊 因為關鍵在於 如果星光人獸 從頭到尾沒有要自己蓋呢 如果他從頭到尾沒有要自己蓋呢 因為如果從頭到尾 他就是要使用這個契約所可以用的 全部建物資使用執照 蓋完之後 再轉移給第三方的 那我請問一下 T17 T18 星光金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任何書面計畫書 還沒有 完全沒有嘛 對不對 到現在三年喔 擺在那邊喔 還在漲草喔 那理由很簡單嘛 他現在是不是討論說 傳出說可能要轉給國具 或轉給康書嘛 對不對 那我請問一下 如果從一開始各位 在這個標案的開始當端 他們就決定這樣做的話 請問一下他提不提得出書面計畫書 當然提不出來嘛 所以各位真正的重點在這邊嘛 如果說星光人獸根本沒有要蓋 他根本沒有要書面計畫審查 那誰才會真正有書面計畫審查 當然是國具跟康書 才會有他們相關的計畫 相關的文書要去辦理嘛 如果一開始就綁定了 說我星光人獸要蓋這些書面計畫審查送了 請問一下寶傑哥他後續有沒有辦法圓 當然圓不了啊 所以這個真正的重點 因為你的計畫書跟你後來要轉移的目標 用途不一樣喔 對你星光人獸哪知道國具 哪知道康書要蓋什麼 他不知道嘛 他只知道我轉給他 我可以賺錢嘛 各位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而且再來 這個權力已經抵標 為什麼這個我們剛才一直在講 金巴掌不敢簽 你看喔 他是在107年的時候 以及110年的時候 要法律有所調整 他在講說什麼 110年的時候 沒有訂定所謂的三成到七成 而且後來是什麼時候才訂定 是由淑慧跟侯漢廷提出這個要求 才有所謂市價要三成以上 保底 所以各位他們就是講 當時的時候根本沒有這個法規 但奇怪這個是不對的 為什麼 因為以前市政府相關 包括國有財產署 包括所謂的公有土地做 所謂地上權標授 一直以來都有這個規定 所以你看完這些東西 要是你是金巴局長 你敢簽嗎 所以董事長 柯文哲最喜歡講什麼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現在根本不是 這柯文哲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不是 現在這個案子很單純 就是說有兩個標案 兩個標案 一個標案快將近90億 一個標案標44億 那這兩個標案 性質內容大致相同 價差37億 那為什麼讓台北市政府 就等於吃虧了37億 對不對 那怎麼造成呢 很簡單 我講給你聽 這個就是我懷疑 它是在圍標 為什麼圍標 你說拿出了台北市政府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推動委員會 第61次的會議紀錄 對 第一次它怎麼圍標 它把原來兩個案子 它開標的話 都需要提供 所謂的投資計畫書 對不對 但你看它在第一次的這個 這個61次會議紀錄 是由它的秘書長 陳秘書長主持的 對不對 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設定地上權流標 原因檢討 考量投資的規模原則同意 採發局建議採方案一 分開招標 T16一標 採投資計畫書評選合格後 以價格標決標 T1718也是另外一標 沒有直接採價格標 16要投資計畫書 1718直接不用投資計畫書 就是兩個標 三個標現在改成兩個標 兩個標規模相當 一個要投資計畫書 一個不要投資計畫書 兩個標的開標時間相隔一個月 那就變成 一個就變成四加來投標 一個變成星光一加投標 為什麼 因為它把那個投資 星光要參加那個標的投資計畫書 取消掉了嘛 就變成星光不用去投資 44億這個標 不用投資計畫書嘛 這個是他秘書長開的一個會議 他把這個 以這個會議當作附件的時候 就變成你在看另外一個 它的投標文件裡面 又跑出來了 投標文件變成柯文哲親簽 柯文哲親簽 剛剛談完的那個 是秘書長的內部會議的一個簽程 對不對 結果他根據那個簽程 就變成簽給柯文哲 在這個P2的那一項 也一樣 他現在公告局 採三個接鍋基地個別招商 一樣 T16基地採三階段招標 由申請人自提產業規劃 納入投資計畫書評選 評選合格者 由價格標來決標 可是表示說我前面有個資格標 但第71 78 分兩階段開標 資格合格者 直接價格標開標 對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兩個公文 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對星光這個標有優惠 是用價格 價格標開標 不用提供投資計畫 就沒有資格審查 那就變成 而且變成只有一家來投標 變成44億 然後另外一個 給金元金寶來開的這個標 金元寶 就會變成要投資計畫書 然後又三段式開標 然後最後變成價格 將近90億決標 這兩個標差了37億 讓台北市政府損失了37億的 關鍵 就是這兩個文件 所以北檢在調查的時候 黃三三今天講 領標的不是只有一標 我在解釋領標 所以先把他內簽拿出來 現在議員 檢書北他們調查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北檢在查案的時候 可以去查原始的第一個會議紀錄 就是他的秘書長主持這個會議 把這個標 應該是相同的方式的標 他改成一個不同方式 然後圖利 就變成圖利的這個星光人獸 疑似圖利這個情況形成 因為那個條件優惠了嘛 好 那是第一個 那黃三三講說 有九家公司來領標 為什麼只有一家 一家跑來九家 九家領標 他說那其他是笨蛋嗎 對 其他都笨蛋嘛 那是笨蛋嗎 當然不是 這就是典型的儀式為標 因為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有人穿梭在這個 看到了 因為領標的時候是密封的 我們的標 誰領標的名單你拿不到的 只有台北市政府的承辦人這邊 他有這個領標的資料 因為領標的人要付 要付錢啊 要付身份證啊 付地址 付回郵啊一大堆 那這個只有承辦人看到 承辦人一定是把這個名單 洩漏給這個搓原子湯的 微標的人 去把這八家的標單收回來了 所以到最後只有一家來投標 這是百分之一百的微標以後的結果 這樣結果變成什麼 星光為什麼有把握 投寫44億 因為他知道只有他一家 所以這個前面的動作 微標動作 包括幫他這個 排除這個投資計畫書 所有一些的大型的工程 柯文哲的市政府 通通幫他排除掉 所以這個是典型的一個微標 跟圖利星光 37億的一個犯罪事實 好 瑞德 大家除了北市科之外 另外金華城最近也在討論 然後那個金華城討論的時候 要講有啊 那個多拿出來啊 都是公開討論的 我對這個等於說 金華城可以拿到最後 百分之八百四十的獎勵容機率 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呢 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曾講過一句名言 一瓶換一瓶是不可能的事情 還記得嗎 一瓶換一瓶 你要讀更不可能 因為什麼緣故啊 因為獎勵容機率的問題 那我不知道啊 那為什麼對老百姓 你是這樣的一個苛刻 你不主動去把老百姓 想盡辦法去解決 一瓶換一瓶 或是增加一些福利 你怎麼對金華城這麼好啊 對 老人年紀你也苛刻啦 今天很多老百姓的東西 你也在那邊輕輕計較 然後那U-bag前十幾分鐘 你也要跟人家計較了 這個你就不計較了 你不要忘記喔 U-bag很多人都認為說 他好像只有對老人家 不是這樣 U-bag前半個小時免費 事實上是客人家幹掉的嘛 他幹掉他說 他鼓勵他不要讓大家 這個等於說 盡量去幹嘛幹嘛 講一大堆嘛 所以呢 老中青只要反正 他很奇怪 你不是要省錢嗎 那你為什麼 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說 那麼財團是拿得到他吃人肉 那你對財團不是更嚴格嗎 我為什麼特別反感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你知道840%是什麼概念 財團因為這樣子 多拿了100多億啊 多賺100多億 我們一坪換一坪 小小老百姓 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房子 拆掉了都庚 我們還拿不到 一坪換一坪什麼概念 我本來20坪 我的都庚好我拿不到20坪啊 好 那麼民眾黨他們出來 這個幫客人的解釋是說 那個是喔 那個是什麼 2018年的時候是這塊土地呢 那麼金華城啊 他本來是工業用地 所以他改成這個商業用地 他捐了30%的土地嘛 他經營不散 所以他想要改建 問題是 他從開始營業一直到準備要改建 才短短18年耶 你都庚至少超過30年 我們都50幾年啦 然後緊急要來 你為老條例 你也不符合 那我就不懂為什麼 你客人特別對他那麼好 當時392%要過的時候 那時候要 金華城想要爭取到560% 那時候連 國民黨的郝龍斌都拒絕 我就不懂為什麼呢 郝龍斌都拒絕的事情 為什麼你就讓他這樣過了 過了以後 我更不能理解的是 你說他們現在的講法都很簡單 說那個是啊 那個是要集體 那個是集體的這個都省委員 讓他過的 我請問你一下嘛 我現在不懂啊 為什麼 聽這個台北市的議員 簡蘇培他們講啊 這些都省委員裡面有反對的耶 有反對不讓他840%耶 我不懂啊 那為什麼這些反對聲音 後來都不見了 到底有沒有像這些議員 現在在講的 在討論的就是 這些有意見的都省委員 後來都不見了 到底有沒有嘛 到底怎麼回事 你們不說清楚講平白嘛 你不能跟我講說我是柯文哲 所以呢 哎呀不要打這個 你不要打這個北市科啊 你不要打這個 你沒有用的 打這個沒有用的啦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認為自己最棒棒 你想盡辦法的增加他們 百分之多少的這個 要容積率 讓他們因為這樣可以賺取 100多億的暴利 我是想問一句話 我今天是一個小老百姓 為什麼你柯文哲 對我們小老百姓這麼刻薄 為什麼你柯文哲 對我們小老百姓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你心裡面 永遠都是那個 拿著刀叉吃人肉的財團 對他們那麼好 為什麼 現在柯文哲的麻煩可能真的大了 因為現在連前台北市長 郝龍斌都跳出來 只能說他要把話給講清楚 那郝龍斌可要求他把什麼給講清楚呢 第一個 他現在清華城的案子 第二個 他現在北市科這些土地 怎麼樣子標註出去的 第三個 你的臺志光 你的案子到底怎麼樣簽的 今天郝龍斌出來已經很久了 淡出江湖了 這段時間裡面他深入顯出 可是他現在對於柯文哲 他要柯文哲 你給我講清楚 說明白 他不回答 為什麼 因為他心裡有鬼 這樣回答 宇軒 我們都知道 其實現在郝龍斌是淡出江湖的人 他現在是與事無爭 因為他這樣 他其實蠻慘的 當過台北市長 唯一不能向上攀升 唯一跟總統完全沒有任何淵源的 只有郝龍斌 郝龍斌為什麼有今天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剛卸任交到柯文哲手上的時候 被五大逼案罪得打 五大逼案根本就把郝龍斌打到地獄 打到現在都爬不出來 打到他連去參選基樓市的立法委員 都選不上 非常的一個難看 可是他今天 他說 台志光的事情你要跟我講清楚 還有 現在民進黨跟國民黨聯手 要去追擊柯文哲的北市科 這個土地你是怎麼樣子 租給星光的 而且你看到裡面的數字 越看越詭異 連減輸費都跳出來 你當時 有沒有親自拜訪這些潛在的投資人 而這個潛在的投資人 有沒有星光人獸 你在去拜訪這些星光人獸 這些潛在投資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把底標給卸出來 老闆哥現在柯文哲叫四尾半 不知道是誰 四尾半 因為他已經瀕臨成下 各位叫四面楚歌 哪四面 我先講第一面 請問一下台志光這個案子 柯文哲脫生了沒有 沒有嗎 當然沒有嘛 所以今天好龍斌跳出來了 他就講句話很簡單 你說我補約有問題 但請問一下 現在被抓的 現在包括陳成文 包括價格訂訂的 是誰訂的 柯文哲訂的 他的紫約訂的 他就講你柯文哲有沒有針對 為什麼要給台志光訂訂這麼喪權入國 如此超出市場行情 甚至是違背母約精神的 紫約的價格 你柯文哲有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沒有嘛 所以這個老冰冰復仇記上演中 即便好龍斌知道自己母約 被大家罵到臭頭 他也要跟柯文哲拼個魚死網破 反正我知道你紫約可以有問題嗎 對不對 那各位你說 所以你說今天好龍斌出來那個態度是 他跟柯文哲拼了 老闆哥你沒有看喔 他原本是 講完說 你如果不敢回答 就心裡有鬼 然後呢 這個臉上面有映射 然後週兩步越想越不對勁 再掉下一句話 叫柯文哲回答 叫他回答 就代表他要跟他輸贏了嘛 他已經跟他 Nothing to lose 反正你已經把我從 這八年來政壇搞下來了 我都沒有前途了 現在我要輪到你柯文哲 而且各位這只是第一條而已 第二條是什麼 北四科的案件 因為北四科案件 這個有趣喔 剛剛好像名是什麼顏色的 藍色的 北四科現在是誰在追著他打 新潮流 綠色的 現在是藍綠都在圍毆裡 新潮流說什麼 這個簡書沒跳出來講 說第一個 曾經柯文哲有去找 新光以及元大兩家壽險公司來去喬 來去談 再來第二件事情他說 柯文哲在當中有洩漏底標 洩漏底標 這個叫什麼 這完全就是罪證確鑿 如果這件事情屬實的話 柯文哲連跑都跑不掉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這整個標非常的奇怪 原本這個標是2019年的時候 16、17、18 T、16、17、18 北四科、保健哥 你知道這三個案子是怎麼樣嗎 綁在一起的 他說我要一起處理 而且他很嚴格喔 說要用智慧醫療園區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才講到的 第一次2019年的時候 81 第二次98 保健哥 一分為三之後 你知道他最後標總共叫 多少 就80億而已 怎麼會越標越便宜 哪有人全力經越標越便宜 不是 以我最初淺的認識來講 照理講 你是整份統標出去 也是價錢比較便宜喔 你要一拆三的時候 照講你的價格應該更高的啊 所以搞懂為什麼他要一拆三了嘛 因為各位啊 為什麼全力經越來越高 因為他會有通貨膨脹的問題 但一拆三之後 你才會混淆視聽報 你就不知道總價多少了嘛 不然你突然成91 降到81億 一定會被質疑啊 98億變81億 而且前一年還增加 根本說不過去 然後柯文哲他這時候 還跟大家講句話說 他說沒有 我怕這個招標招不出去啊 所以前兩次流標 變成他的鋪陳 反而第三次之後 他因此把這個東西弄便宜了吧 那各位再來第三件疑點 我們講完了 變便宜就算了 一拆為三就算了 但怪事怪在哪裡 怪事怪在星光晶 柯文哲不知道有沒有去談 但你知道 等到他真的標到之後 這個價格真的有問題 你知道價格問題出在哪裡嗎 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哪裡 最後的得標價格 跟最後的得標價格 都差最多緊繃兩成而已 換言之 比如說我底標25億對不對 我最後得標 你知道多少億嗎 多少億 28億 我底標14億對不對 我最後得標多少億你知道嗎 16億 但請問一下這個東西 沒有鬼嗎 沒有問題嗎 還是廠商如此精準 剛好可以猜到這個標案 非常接近底標 對嘛 而且只有一家來標 對 各位你如果覺得這個東西很合理 我跟你做一個對比就好了 隔壁的T16 倒楣鬼金人寶 那金人寶那時候底標45億 他們標了多少錢嗎 對啊 80億 他一家率88% 奇怪的金人寶那麼傻 騎到星光晶那麼聰明 而且再來各位 星光晶在標的時候 他只需要有兩種標法 一個叫做資格標 一個叫做價格標 價格標 黃三三一直跳出來跟大家講說 他是最高標 他是最高標 保潔哥這句話有對也有錯 你知道對在哪裡嗎 他真的是最高標喔 那就對啦 你知道錯在哪裡嗎 錯在哪裡 他只有一個人投標 只有一個人投標 你搞笑嗎 當然他怎麼標到最高標 他五塊錢都最高標 開什麼玩笑 那你知道金人寶有幾家跟他標 幾家 跟四家 怎麼差這麼多 所以他倒霉滾 才差一個月而已 所以他這邊標80億 而且各位還記不記得 19年20年的時候我剛才講 他要是智慧醫療園區 所以金人寶在標的時候 你知道他要投交一個東西叫什麼嗎 叫做投資計畫書 就是說你這塊土地你要怎麼用 你要跟我台北師傅講 你最好要符合智慧醫療 智慧醫療 我們不強求 但至少往這個方向去發展 結果沒有想到你知道 到了星光金的時候 需不需要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不用計畫 沒有任何計畫 沒有任何明目 就是說反正你愛過就過 所以你講 不是我本來看到黃珊珊的臉書 你沒講說 這個計畫 這個所謂的計畫書 不是必要的 如果你標一般的土地 當然不用計畫書 反正就是買賣跟價格 可是剛剛講這是綁標 這上面是講的 我是要做智慧醫療 如果我要做智慧醫療 我標出去 我當然要知道 你是不是拿來做智慧醫療 我要審核你的智慧醫療 跟我想像一不一樣 所以我才把標給你 這是資格標 這是綁標 這個當然我要知道你的用途 結果你跟我講不要計畫書 你在騙我的 而且我再講一個重點 他兩者前後只差了一個月 他們兩個幾乎是同時發生的 所以你沒有辦法解釋說 好如果你要鬆綁對不對 但為什麼金人寶沒鬆綁 金人寶還要交計畫書 然後你星光金不用 而且兩者的溢價率 叫做天差地遠 所以這一條我跟各位講 只要柯文哲有去到星光金 只要柯文哲有去到元大 他保證跑不掉 因為代表你有沒有去到現場 有 那你談了什麼 你可以說謊 但是事實會說話 而且各位 柯文哲專挑的廠商 這一點太好笑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剛才講的星光金 吳星穎是不是他自己的人 他的副手人選 他的不分區人選 對不對 那你仔細看他整個潛在名單裡面 別鬧了好不好 元大是誰 元大就是先前 柯文哲找了一個交信的實習生 然後這個實習生大罵記者 所以各位 怎麼每一個人從元大也好 從星光金 從花也好 保證哥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重點 都是柯文哲好朋友 都是柯文哲好朋友 這個潛在計畫中根本是假的 從那到底就是柯友友集團 而且我們現在講完兩面對不對 柯文哲我說你四面 還有什麼 請問一下 我們講金華城的案子 到底怎麼從380的容積率 最後漲到840的 柯文哲有沒有解釋過 沒有 完全沒有解釋過 今天好文哲也在繼續咬這一點嘛 說你柯文哲 到底議價率怎麼來的 趕快說清楚 主講明白啊 因為這一點非凡清楚明白 他比起台志光的案子更為單純 台志光還有好龍斌的母約 但是 在所謂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好龍斌是從頭到尾一直在擋 一直在擋 突如其來最討厭財團的柯文哲 接到了金華城這個案子之後 順地水漲船高 馬上榮金率並拚叫 而且還有什麼 還有低於果市場 還有什麼 還有北流音樂中心 還有我屬嗎 所以各位我要更正 根本不是四面楚歌 柯文哲現在是死面埋伏 都等著要送下去土層科 好等等 你剛才講一個我才懂的意思就是 他開始用什麼 智慧醫療園區 智慧醫療園區 你乍聽之下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當過康寧醫院的這個執行長 你知道 現在台北的醫療園區已經緊繃了 你要在台北做醫院 你要賺錢 這非常困難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在台北搞個智慧醫療園區 當然沒有人敢來 而且 你根本在綁標嘛 這個是百分之百綁標 而且就柯文哲 現在我們手上紀錄來看的話 他有一個市場式的會議紀錄 對不對 他是那個市場式會議紀錄裡面 有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 他不限制產業分別 原來有限制 所以開了幾次標 就流標嘛 一不限制 就開始 那他與會人員有哪些人呢 你看有衛生局局長 對 有什麼其他 資訊局長 都發局長 產業局長 這麼多的 還有秘書長 他等於把那個捆農所解開了嘛 解開變成一般產業 誰都可以來標對不對 那很奇怪啊 那第一個月標的時候 是星光來標對不對 星光標了四十幾億對不對 那為什麼星光標四十幾億 也沒有什麼計劃書什麼都不要 因為你不限制產業分別了嘛 那為什麼到了第二標的時候 過了一個月 反而變成了限制呢 因為他 因為他有一個 只有一家公司標 對 所以標四十幾億嘛 那過了一個月以後呢 標了快將近九十億嘛 八十幾億嘛 對八十幾億嘛 就四家公司來標 還有還有限制東 限制西一大堆啊 三流一堆啦 剛剛講到白天啊 就是刁籃嘛 就價錢就開始double 就變成一個 就是一倍價格跑出來了嘛 好了這個是個 這是目前看到的狀況 然後簡蘇培 講的一個很有趣的 他本人 跑去跟星光跟元大 洩漏底價 這個洩漏底價叫什麼東西呢 叫做洩漏國防以外機密 這個要收押的嘛 收押 這個當然要收押 我們以前就是 陳明文就為這個收押過嘛 這是第二個很簡單的事情 然後第三件事情呢 我們台北市最有名的工程專家 李四川昨天講話了嘛 說這兩個價錢不合理嘛 為什麼這個那麼低 這個那麼高嘛 我現在講的不合理 他一直在這裡啦 那結果就開始 黃珊珊就開始罵李四川了嘛 黃珊珊現在出來幫他講話 那我現在講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講的很簡單的規定 我在土地開發公司工作過很多年嘛 上市公司規定 只要你處分10億以上 10億喔 10億以上的資產的話 就要找三家公司進來漸價 三家 三家 不是一家喔 要合法漸價公司 最簡單就是 我們都找中華征信所嘛 中華征信所最公平嘛 那這個案子根本不是這樣子幹的嘛 程序就不合不合法嘛 我們有找中華征信嗎 對 你就應該找專業公司幫你做計劃嘛 對不對 你那邊搞東搞西 在會議 在市長市開會 搞了半天就講簡單一點 你就是要給星光嘛 對不對 好我現在講給星光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現在算給你聽 我剛剛算了 星光總共拿到的面積是 是12.29公頃加上1.6公頃 總共是3.89公頃 那我用換算數坪數來講的話 它的土地坪數是1萬1670坪 1萬1670坪 1萬1670坪 那我們就是1萬1千多坪嘛 可是它裡面有個容積率30% 你懂什麼意思嗎 容積率300 就是它1坪可以蓋3坪嘛 那我們一般的銷售坪大概是5坪 虛坪5坪10坪大概3坪 好我就用3坪來算好了 3坪來算你知道嗎 它1萬1千多坪乘300的話 它可以蓋多少坪你知道嗎 蓋多少坪 可以蓋350萬坪 我老天爺啊 它可以蓋350萬坪 它給它收多少錢 收多少錢 四十幾萬四十幾億 這很少嗎 不 我光講土地就好了 我用簡單的算法 不要大家搞糊 1萬1千多坪土地 台北市的土地 最便宜1坪土地了 那容積率300的話 最便宜最便宜1千萬 這麼對 最便宜的 現在1千萬買不到 然後可能買到1萬多坪的地 這是地堡嘛 1萬多坪的1千多億耶 拜託 1千多億 他跟人家收四十幾億嘛 他說我只是設定地上權而已啊 對 好OK 設定地上權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買賣嘛 我等一下你就請 請這個世聰來解釋 為什麼星光認為 他們一年可以收入上百億嘛 就是因為這個土地的奔母 其實是很有價值的嘛 當然金元寶也認為 這是個好買賣嘛 對 因為他們畢竟是少數人投標嘛 所以我根本懷疑這兩個 都是搓原子湯 都是圍標的 因為這個不合理的價錢 兩個都不合理 我根本上認為說這個價錢 我跟你講 我要講個概念 你去買 有地上權的房子 如果可以消 他沒有規定不能賣喔 他可以賣的喔 他本來想賣的 不是 他沒有計劃嘛 對 星光可以賣喔 但是金元寶不能賣喔 因為金元寶有計劃 金元寶有到計劃執行喔 星光可以賣喔 可以賣的話 你知道我們一般賣多少 就是實際上的坪數的打七折 就是行情如果是一百萬的話 我們是設定地上權五十年嘛 就我們可以賣一坪七十萬嘛 是這樣的 公告地價 這是大家外面的行情 我有所有權 跟你買地上權的房子 大概差三成左右 這是行情 大家都可以行情 所以這個我們都懂 所以這個非常明顯的圖力 而且這個手法很拙劣嘛 你為什麼在一個月前 給星光標的時候 不設任 所以黃三三講你什麼話 沒有規定必須要寫計劃案 要寫計劃書 那有計劃跟沒計劃差哪裡 差哪裡 一個可以賣一個不能賣 差哪裡 我這個可以賣一天一 不是我最清楚的了解 是你本來是要作為醫療園區 你本來是要做特定用途的 這是特定用途的 你當然要給我計劃說 你符不符合我的要求啊 他現在沒有 所以他在裡面開了一個會 把它解開了 說不限制用途嘛 欸我的奇怪啊 既然不限制用途的時候 為什麼到金元寶的時候 金元寶為什麼要做 要計劃書 要提供計劃書 因為照講是應該 不是你不限制計劃 你管人家幹嘛 不是啊 我就說這個要請這個 台北地檢署去查它的 絕開標紀錄嘛 因為絕開標 開絕標紀錄裡面 為什麼先標的這個星光 不要提供計劃書 也不要限制用途 為什麼到了後標這個東西 要限制人家 然後標的價錢 比它的價錢 差不多面積 貴的將近有50億40億左右 那這個奇怪啊 就擺明了 就是在試好或圖利這個 前面這個開標 讓台北市政府損失了40到50億 按照金元寶的價格 按照我的價格算的話 這個差著好幾百億的損失嘛 這不得了啊 這差好幾百億 當然我就算給你聽了嘛 剛剛我一批 它總共提出 你以前是負責抬開的 你懂這個的 我土地有專家嘛 一萬一千多瓶 它的容積率300耶 比我們一般的住宅區 我們一般住宅的容積率是220 它比我們比較高 所以它當然蓋出來是工業住宅 工業住宅可不可以賣 可以蓋賣啊 賣來當公司就可以了 賣來住口不可以 可以啊 對不對 所以它真的很惡劣 它給星光是可以賣的 它不限制 所以我現在回答 黃珊珊的話 你故意在讓星光 標到的低價以後 然後沒有人敢來標星光 一家標到 然後星光蓋的房子 還可以來自由買賣 然後金元寶買的 不能自由買賣 你看這個壞不壞 壞到了幾點 好我看 你跟好盧蜜也非常的熟識 你有看過好盧蜜這麼樣的生氣嗎 還有你說真的 對於柯文哲來講 會休勾僚了 老杰哥現在好龍兵 十年的願意 一次左勾拳 右勾拳 上勾拳 三拳都來對不對 北市科 台志光 然後呢還有一個是 金華城 840%榮基率 所以你要知道 民進黨的立委 現在藍綠夾擊 好龍兵出手 民進黨也出手 送官送帝送榮基 他就講柯文哲 送官送帝送榮基 送官 這件事情為什麼複雜 因為跟吳欣營有關 你想想看整個過程 2019 2020 2021 吳欣營2020 就已經排民眾黨部分區立委 後來才定不上 可是早就排了 結果這塊地 17 18 16 觀眾朋友這一看就知道 很清楚 因為這幾個地 如果以這個角度看起來 17 18還比它更大 那觀眾朋友我們負責跟大家講 16跟11 18 11 18 加起來比16還要少0.6公頃 少0.6 對 但是問題是 這一堆堆 兩堆堆 三堆堆 今天黃沙安也有講話 因為社會各界都質疑了 好龍兵也出手了 叫大家回答 黃沙安講說 李四川 他也講說李四川講的東西很可笑 他說你根本講錯了 我們是用高標不是用低標 但是觀眾朋友 高標可是低價 你的價格怎麼這麼低 我現在跟大家講清楚 黃沙安講說 這一塊地本來是一起賣 不是一起賣 一起招標 招商 那16 11 18 2019年的時候要招商 沒有人要來啊 那怎麼辦呢 因為當時是設計地上權50年 後來我們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變成地上權 70年可不可以 還是沒有用 所以一整塊沒有人要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把它拆開變16 17 18 那你看喔 今天黃沙安跟大家把底價講完 我看了以後 確實是還好 因為他說T16它的底價是多少 有沒有看到 T16的底價是45億對不對 45億 然後呢 17是21億 18是14億 原本三塊加在一起是八十幾億 有沒有八十六億嘛 那三個拆開以後呢 就是四十幾億 然後呢 十四億二十幾億 看起來差不多 可是寶劍哥問題就來 剛剛包含了 宇軒包含的東西 他在跟大家講 真的是這樣嗎 你看T16是45億 它是底價 可是底價在整個上次也沒有人知道啊 除非有人知道 所以現在解數北講了後續會有問題 第二 你的底價是45億 可是最後 你看到底價45 21 14 對不對 我這邊做個表 來觀眾朋友一看 就清楚了 決標最後人保是81億買啊 但是你這邊17 18跟他的底標 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對 21億底價 然後呢他28億決標 14億底價 然後16億決標 16億 這邊45億底價 81億決標 所以你就知道我剛剛講 他兩塊地差不多 不是 而且我看不懂是 你說他其實16 17 18 17 18加起來跟16 其實差不多對不對 只小一點點 可是你這一塊45 你這兩個加起來 35 就差10億了 對 又差這麼多嗎 對 所以連底價都已經差10億 差0.6公斤 有差這麼多嗎 差10億 底價差10億 決標差了快40億 所以李四川會這樣講 你還要大家解釋 講說哪有 亂講其實差不多 沒有 底價差10億 決標差了快40億 那問題是人保在講說 那我是怎麼了 我今天 你跟我講要醫療圓區對不對 他人保那時候還去找了 他不是只有他自己而已 他自己還去找了一個康書 康書科技 那算是他應該相關的企業 但是他醫療的 智慧醫療就要含進來 北四科40這塊現在很多人 我要個醫療機構 所以人保是按照這個狀況去做 而且標了以後 他的這個溢價到81% 所以底價是45億 可是呢 他是用81億決標 好 那保健哥你把他倒回來看 既然是這樣 那為什麼這邊 開的底價跟最後 大家都因為奇貨可居嘛 大家把價格往上去 為什麼這個沒有 這奇異 這價格的問題 第二 因為你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2019、2020、2021 吳錫瑩後來還當了柯文哲 總統選舉的副首 可是他不是只有當他副首 他往前推 2019年就已經排出 他是不分區立法委員 對不對 所以2020年那次 他已經是不分區了 現在你看這個畫面是選總統副總統 可是早就已經是了 所以才叫做送官 送官送帝送榮金 他意思說你讓他當副分區 後來府上不分區 還當副總統候選人 送帝 他說你這個帝 讓星光仁壽弄這兩塊帝 好 那問題來了 人保他現在計畫是2026 就把它蓋起來 所以早就已經大興土木了 但是你看標到 2021標到了對不對 決標價在這裡嘛 28億加16億加起來 就44億嘛 他標到現在2021到現在2024了 三年了 還沒動 好像是還根本沒有動 還沒動 那為什麼人保 花了80億 標了以後已經蓋起來 那你這邊為什麼都不動呢 你後面想要做什麼 我不知道 所以叫送帝 那送榮金講的就是金華城 金華城840% 兼朝營都已經今年1月就糾正了 你怎麼可以給他那麼高的榮金率呢 然後台智光市已經講到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你是母約我是子約 可是你說我簽母約簽了這麼多年 我違反了這個所謂相關 讓台北市沒有得到利益 但郝龍斌今天跑出來 所以為什麼郝龍斌生氣 寶傑哥 郝龍斌私下跟他朋友講 我被客戶者羞辱消費10年 羞辱 羞辱10年 我都沒條 一定到我講我五大案 但是你說我連台智光都要推給他 才會不忍 所以郝龍斌最近為什麼跑出來講 今天為什麼跑出來講 他跟大家講說 我台智光當時簽的時候 我為了要拉那個CCTV 叫警察局 有那個訊號 我早就訂好了 雖然他是台智光 不是中華電線 因為他自己拉嘛 我沒有錢啊 可是我有講啊 你的價格不能高於中華電線 還要低於95%對不對 可是你明明知道 我的母約在這裡 你怎麼沒有拿給視頻看 你告訴我說 我簽了母約25年 我害了台北市 可是你後來簽的價格 比我訂的母約的要求 還要更高的時候 你明明知道 你為什麼在2017年簽下去 他要問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沒有回答 所以包含了 可是柯文哲以前講說 因為我被你母約綁住了 我被你母約綁住了以後 我如果要解約 我如果解約的話 我不可能容忍我這些所謂的 錄影這些東西空掉 台北是不肯出現這樣的空窗期 可是今天好龍斌講說 我就算是按母約執行 也沒有像你柯文哲 訂的這麼貴啊 所以重點就來了 今天你可以質疑說 為什麼好龍斌當時 不找中華電線 要找台智光 OK 大家可以講 但是你既然質疑他這個 而你後續又欠了那麼多子約 你的子約還違反了母約 以支持他的價格 高於中華電線的情況之下 他說他要問柯文哲 你為什麼台智光 你的職業遺憾母約 簽的錢更貴 你為什麼金華城的容積率 被監察員糾正 你840% 你為什麼北市科的用地 居然是跟你 有可能利益相關的 星光集團 然後他的價格 學包價 還比T16貴這麼多 人保是成效的嗎 所以連李四川都出手 現在有好龍斌 有李四川 有簡書培 有民進黨議員 左右勾全通通來 柯文哲他必須要接招 所以這對柯文哲有真的那麼傷嗎 連你都覺得傷了 我覺得 因為我們今天把這個東西都聚成 包含黃三安的臉書 我也給大家看 黃三安有解釋 你們都不懂 但問題是 三安姐寫的是 他底價 你今天底價一看 覺得沒有差很多人 你有沒有把絕報加出來跟大家講 對啊 所以既然這一塊T16 第一個我覺得光你的底價 我就不合理了 你沒有差多少 怎麼一個45億 兩個加起來35億 他有講 他說因為T16是三個湯 所以三個湯比較貴 可是過一個三個湯就多10億 這個可以可受公平 但至少有解釋 但是我要講 三安姐這邊的文章當中沒有告訴你 底價之外 決標價 既然一個45億底價的T16 最後決標可以到80幾億 快將近82億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你T17跟T18 如果按照T16這個方式來做的話 是不是其實基本上 台北市政府也可以拿到更多錢 所以你要看有沒有 他這邊今天黃三安就跟大家講 他說這個東西都是公開競標 我們沒有說他沒有公開競標 可是今天李四川吃水會出手 不是不是 剛剛我也聽到說 我昨天也覺得 這地上全都採公開競標 這沒什麼好講 可是為什麼公開競標 兼星光 只有一家 對 所以重點在這裡了 保全哥 今天黃三安講說 為什麼T17 T18 不是用最低價 不是 他不是用最低價 他都是用最高價得標 但是只有星光去 T17 T18 這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T16有四家來標 可是T17 T18 只有一家 星光人壽 然後T17 T18 星光人壽 因為剛好在隔壁才能比較 如果你說一個在市里 一個在南港 都沒有辦法比 價票低 就這三塊地 這塊地是屬五億的底下 八十幾億標出去 為什麼這兩塊地 就是加起來大概四十幾億 也就決標四十幾億 大家就會去質疑 所以他在問你 如果你按照一樣的方式 還有保全哥 除了錢之外 這個是要有資格審查 而且還要有計劃書 但是T18卻不用 所以我跟大家講 不見得是有什麼弊案 可是大家明顯的可以發現 剛剛所講的三大案 我不要講弊案 三大案 台治光 還有金華城 還有北市科 現在雖然柯文哲已經卸任了 連續藍綠的左右勾權 柯文哲現在給我們百個五年去 好 董事長 該講的 這個東西太怪了 黃珊珊寫這個臉書 看起來好像市政府很辛苦 第一次開標沒有成功 因為第二次又不成 第三次又不成 核心的問題在哪裡 因為他們有做 叫做有條件開標 叫做限制資格 什麼資格 他這個地有特地用途 叫做醫療用途 叫做生技科學園區用途 所以他範圍說得很小 只有這些星光醫院一家合乎資格 當時就只有一家 所以黃珊珊他後面為什麼突然間 會能夠脫標 能夠標出去的原因 就是柯文哲這個會議紀錄裡面 寫了一句關鍵的話 不限產業類別 不限產業類別 所以搞到星光進來開標的時候 他就完全混龍鎖 通通打開了 他蓋完以後 隨便他怎麼辦 所以黃珊珊如果要故意 迴避了這個柯文哲的市長 是把限制產業類別這一項拿掉 但是奇怪的是說 既然不限制產業類別的話 所以說星光就不提供任何計畫書 對不對 那為什麼到了這個金元寶的時候 又要提供呢 為什麼有差別待遇 這就是你四川講的大小眼嘛 你在開標都在開標的時候 都在優待星光 雕然金元寶 那這個黃珊珊一個是知智未提 這個才真正的叫做卡 這是綁標嘛 這典型的用特殊的規定來綁標 然後呢這兩家所享受待遇不一樣 好之後你算了一下說 當時吳東京有算喔 對 他們如果飆到了T17 18 然後把它開發出去租出去以後 利潤非常大 好寶姐 事實上這件事情是吳東京自己講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吳東京在去年的時候 他星光金的江山被吳東亮拿走了嘛 他就說你為什麼不趕快開發這兩塊土地 這兩塊土地你看 北四科的這個延旦的話租金損失20億 這是吳東京自己講的喔 他說一年至少可以損失 一年至少是可以兩年 因為他說比這個人保晚兩年嘛 所以損失掉到20億 但他說這是保守 他如果滿租的時候 可以租到14億左右的這個資金喔 14億左右的這個資金來說的話 保證一下 因為這14億 你再乘以50年的這個狀況來說 等於星光金呢 可以拿到700億的租金 如果按照這個吳東京的講法來說的話 是這個樣子喔 700億喔 賺700億 700億這多匪啊 對這個星光金來講的話 真的是太匪的一個土地嘛 好 那我講 為什麼這奇怪呢 保證一下 如果這兩塊土地真的如同星光金 如果吳東京講的 可以拿到700億的租金的時候 為什麼當初 國泰 富邦 南山 他們不會來標 為什麼 不知道 如果照理說來說 這樣一個土地來說 事實上更有資格來標的 絕對是 國泰 富邦 南山 因為當時的星光金其實 產業狀況並不是太好 對 那為什麼 柯文哲沒有去拜訪那些潛在的投資人呢 那那些投資人為什麼沒有來投票 還有另外一個 而且 國泰自己也有意願的啊 所以那為什麼沒有讓他們投票呢 如果現在他們看到的話 一定覺得 我們當初為什麼沒有去投票 為什麼好像沒有去做這樣一件事情呢 好 那第二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吳欣寅呢 當時已經是他們民眾黨裡面的這個立法委員對不對 我覺得那 事實上吳欣寅呢 他前一個工作 你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 富邦仁壽副總經理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來到 星光仁壽 對 星光仁壽的副總經理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來到這個從政之前 他是星光仁壽的副總經理 所以你星光仁壽副總經理 現在是你民眾黨的政治人物的時候 然後他們公司又來標這兩塊土地 然後這兩塊土地的時候 欸 好像你又洩漏了給他們 所以如果這個故事如果真的完全兜了起來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非常嚴重啊 而且李斯川講得非常清楚嘛 他說T16這塊地地來說說 當初標了81億 那T17跟T18兩塊土地的時候 這分別猜錯40幾億 而且保證人家 順序是 這兩塊先標出去之後 再來這一塊 而且這兩塊標出去之後是 條件非常free 沒有任何的東西 但是這塊土地來說 從從限制 從從限制的時候 就這塊土地的時候 標出去的價格非常高 然後呢 應該沒有限制的標比比較高嘛 對 而且那 因為這個T16這塊土地來說 標出去的時候 很多廠商來投標 但T17 18就只有一家 就只有星光金一家來投標 所以到底為什麼當初 只有一家來投標 為什麼其他人都沒有來投標 不是 而且我看不懂 可是黃山在告訴我們說 欸 它是什麼 它說這個T16是因為薩卡湯 薩卡湯只有對什麼 只有對店面有興趣 薩卡湯是誰最有厲害 你知道嗎 統一最厲害 是 統一他要去等於說 做他的門司的時候 他都找薩卡湯 因為你可以左右的人要進來 是 我想問你 你需要人流嗎 你這裡是你的辦公室耶 你的人自己會進來啊 你又不是這邊去賣東西的 好 另外一個就是 但是一般來講 這種的話嘛 跟你的交通有關係 對 跟你的捷運有關係 你T16 17 18 在交通上 我看不出關係啊 好 毛姐 我跟他講 事實上這個土地來說的話 現在星光金已經準備要把 因為吳東亮進來的時候 他不想要開發這個 因為要開發要花一百多億 所以我覺得當初 或許星光金飆下來的話 他們可能也沒有要開發 我怎麼沒有要開發 你知道 現在的 你要開發 你早就開發了 現在要賣給國巨 那國巨為什麼要來呢 因為國巨當初有的標是T16 那T16 價格很高 所以顯見呢 他搞不好 也是出了非常高價去標 那問題是你現在T18 你的得標率這麼低啊 所以中間會有價差 我國巨一定應該用 比照這個金人寶都可以嘛 這個價差就有很大很大的價差 他光是把這個地上權賣給國巨 他都賺非常多 對耶 等於是他這樣賺你手的時候 不是 我比照金人寶我都賺了 而且寶姐 我跟他講 為什麼現在是 大家會質疑 因為這塊土地從2020年 一直到現在為止 照理說 這幾年的台北市土地 是不斷的往上標 結果你後來得標的這個價格 這個BOT的 得標這個地上權的金額 比前幾年都還要低 還下降 所以這才會讓人覺得 那到底是出在什麼 98變81 對 出了什麼問題呢 出了問題出在哪裡 就出在這兩塊地 因為這兩塊地 你是用了特別特別低價的方式 讓這個新光金 讓新光人壽得標 對 所以就差在這個 因為這塊土地並沒有比較低 這塊土地的 得標率是原本底價的80幾% 但是這個一個是24% 一個是9% 那怎麼會那麼的精準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通常投標這麼精準 這個裡面一定有些相關 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才會有出現 現在大家在質疑 連李四川都說 這個明眼人一看就看得出來 這裡面顯然有相當多 有鬼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剛剛講的 這個底下 這個月開這個接過 這太妙了 對啊 所以就知道 事實上這整個狀況來說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他這裡面來說 我們就講 他當初的這個 他的這個科事府裡面 不是有一些潛在的名單裡面來說嗎 你看他的潛在公司 什麼中華工程啊 新光人壽這些 保證你知道 事實上中華工程是什麼 中華工程現在也是 捲入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精華城 所以他好像他的這個 潛在投資名單 都是他的科友友 那因為都是科友友 哪有那麼多案子 連結在一起 所以才說 現在對柯文哲來說 顯然這些案子 會對他形成非常大的這個壓力 所以提會 這裡面跟他講 舊法論法 真的不一樣 真的有怪怪的嗎 政府採購法 其實都有明文規定 沒有人在講說 因為你做要做現實性招標 就不需要什麼計劃書之類的 還是要有計劃書 否則我怎麼知道你在搞什麼 保證先生不是講 不用計劃書嗎 不用計劃書 但是你說為了促進這裡的產業發展 或者是說因為這個 市科的這樣的一個園區 未來要怎麼做 如果你給你搞東搞西 搞那邊搞個賭博園區怎麼辦 對不對 當然不是說他去搞個園園 而是說你今天完全沒有計劃 這個本來就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 以我們在處理政府採購的相關照標來講的話 假設如果今天這個案子有七個審查委員 你如果只送六份計劃書去 他還是把你丟掉了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就不能讓政府單位你說 自己去印第七份的 然後給審查委員 那個審查委員沒有資料 他怎麼去審查 他怎麼知道你做什麼事情 舊法論法來講的話 都要具備完整的東西 那今天他們出來講 是這個 進發局出來講說 這裡面當中有很多的這個 為了要促進什麼 他們大家來開發 所以不需要計劃書 這種都是鬼話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政府採購 全部都是要有計劃書的